来关心天气气象局表示 这几天全台各地是多云稻晴高温闷热的天气 那么后续这几天的天气变化又是如何 我们请记者邦彦来告诉大家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这几天各地多为多云稻晴高温闷热的天气形态 因方面东半部午后留意短暂震雨或雷雨 并针对花东纵谷发出高温36度的橙色灯号警示 提醒民众出门做好防晒补充水分 在花莲2930大概都是一些偏午后热对流 产生的午后雷震雨 然后1号到5号就要看东边热带低压的影响情形 不过目前看起来是我们的预测 大概是比较偏北走一点 然后对台湾的影响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在花莲这一周的天气 大概就是比较偏向于午后雷震雨的一个天气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周大概都是天气不错 就是白天天气还算可以 然后下午就开始会有一些热对流开始深层 然后就变成午后热对流一个情形 然后午后下雨 所以提醒在在中午的地方 因为中午还是相对的热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周来 在中午大概都有一些很高高温的情形 在中午的情形 所以如果在中国尽量避免在中午的时候外出去工作 或是在外面逗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目前的天气看起来都是一个午后雷震雨的一个情形 所以尽量不要在午后的时候 入山或是西边玩水 因为午后如果对流发展望正的时候 下雨可能雨势会蛮大的 整个溪水可能会暴涨 菲律宾东方和南海的热带扰动 升成台风几率高 目前暂时对台湾没有影响 不过周五起4-5天 天气降转趋不稳定 降雨几率增加 提醒有计划安排周末出游民众 留意台风动向带来的天气影响 记者长邦彦华理事报导